我想問問你們 到底你們有沒有在這個低樽問題上 公開向公眾鞠躬道歉呢? 你們現在又通過道歉法了 公就你贏,自就議會輸 講了兩句叫拉布 不喜歡就DQ 那就是說議會還在監察你什麼呢? 譚文豪議員 謝謝主席 關於低樽這個議題 我想繼續聽聽梁國雄對這一方面的詮釋 麻煩可以再多說一些 謝謝譚文豪議員 其實低樽你看他的成效 即是用數字說話最多就最好了 我不知道羅局長設計的時候 他打算服務到多少人 不過據我做議員的時候記得 應該是20萬的家庭 現在有多少申請呢? 就是不夠6萬 如果作為一個政策來說 很明顯 無論你們坐在這裡怎樣解釋都好 那個成效是十分之低的 我這個宣誓說錯了就立即要DQ 沒有第二次機會 但是負責的相關的局 或者是常秘 或者秘書 或者是署長 就沒有問責 我想問一下你們 到底你們有沒有在這個低樽 這個問題上公開地向公眾 鞠躬公道歉呢? 你現在又通過了道歉法 我想問局長 你會不會代表你的前任和你的局 向公眾鞠躬公道歉呢? 20萬人的 你預計有20萬人申請 現在只有6萬都不夠 就是說 是非常小的 15%都不夠 一個政策 由出台去諮詢我們 我們給意見 你說不行的 如果這樣是沒有人去的 你家庭的收入 是要計算一個人 不是整個家庭 是不行的 你做多的那些時數 量度根本都不符合基層的期望 是離地的 是在火星做出來的 現在果然就是 我想問 如果議員是發誓一次的 那為什麼官員可以錯十次的呢? 局長你答不答我 麻煩 OK 我稍後一次個回答 好 稍後 跟著 不好意思 我也想聽聽局長怎樣回答 剛才的問題 麻煩主席 OK 好 局長 譚議員的問題 主席 上一屆政府在這個問題上 我相信都已經比較清楚去表達 當時在推出的一個項目的時候 我們是並不擁有有關那些 譬如一些可能的資料 包括了公時相對收入 和那個資產有關的資料 所以當時的一個數字 就可以說是純粹基於一些 很簡單的假設作出一個推算 所以並不是政策的目標去幫到多少人 而是一個估算的數字 所以我相信在上屆政府的同事 也都未必是覺得 因為當時的估算 有些所謂偏差而需要作出道歉的 主席 問題是這樣 你上來立法會拿錢 不是昨天開策的嘛 是不是 你上來是有個譜 大家議員同事才決定給不給的嘛 我想問上一屆你申請錢的時候 梁國雄那時 你那時是怎樣的 你是不是信他那數字 所以你才舉手支持 麻煩你可不可以給梁國雄答答 主席 他要達到20萬戶的東西 他們現在的所謂的 的criteria 就是所謂的申請資格 一定要改 交進一樣 每次都是這樣的 就是說議會還在監察你什麼 公就你贏 自就議會輸 說了兩句叫拉布 不喜歡就DQ 好 麻煩你了 後事詐了 委員長